印度这个的存在是中国永远的威胁 vivo的事情大家记得吧 昨天三妹跟大家聊了 大家非常愤慨啊 还提交密信 但是在军事方面 我们也不可小觑印度的小动作哦 呃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哦 因为这个故事有牵扯到中国 来看到在21号的时候 把这个图带给大家 一群武装分子是在克什米尔地区 袭击了印军 导致五死两伤 所以说印度开始报复 呃带走了当时村村 克什米尔村庄的八个村民 当晚的时候呢就死了三个 后续的一些视频爆出来了 发现印度军人是虐待了 克什米尔这些的平民 包括有什么呢 有电击殴打 甚至在他们的私处 私处撒辣椒粉 呃同时来看到 现在这个事情发酵了之后 印度就想把中国给拖下水 他说有情报显示说这些恐怖分子呢 是使用中国制造的武器和通讯工具 来袭击印度的军队 理由是加勒万河谷对峙之后呢 印度在拉达克就增加了军事存在 所以中国就试图在克什米尔地区 制造恐怖活动 使印度陆军转移注意力 关于这件事情的发酵 有没有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印度敢公然的说 是中国提供的恐攻武器和通讯 是想干嘛 印度那张嘴啊 他有什么不敢说 明明他杀了加拿大的三个人 他还可以把杜鲁道凑骂一顿 而且还可以降低 印度跟加拿大的外交关系 而且中断了两国之间的 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 而且双方的都把外交人员 都撤回一部分 你可以看到 明明他去杀了三个加拿大人 他都可以这么理直气壮 然后又想办法要去杀美国人 美国人已经间接的告诉印度人说 我知道你要来杀我的美国人 我已经故意跟加拿大人讲说 你要小心 而且我已经故意的公开的说 跟当事人说 你要小心印度人要来杀你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已经直接告诉你印度人了 我等于是间接的跟你留言面 说你不要来杀了 印度的特工还是要去把他杀了 然后没有成功 然后被逮捕了 现在美国的法律检察官 已经提起公诉了 因为他弄了一个大乌龙 这个大乌龙先简单的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刚刚强调 我刚刚这样看起来有点绕口令 但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美国因为现在要拉拢印度 去遏制中国的发展 去给中国找麻烦 所以美国就千方百计的 不敢得罪印度 那美国明明知道 印度的外交官跟他的特工 要去杀一个美国人 席克族的美国人 可是他又不能够得罪印度 所以他就告诉那个席克族的美国人说 有人要杀你 而那个人可能就是印度的特工 跟印度的外交官 这个等于是间接的告诉印度人说 我知道这个事了 你可不要这样做 但是在今年六月的时候 印度继续做这个事情 继续做 然后这大乌龙是来自于哪里呢 印度的这个特工 就去找了一个杀手 结果这个人是FBI的县民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讯息给FBI FBI就开始涉取了 最后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就把印度的特工就抓了 抓了以后 就直接的就公布了 因为检察官就提起诉讼了 那在这个时候 拜登的颜面无光了 因为这是 这个是司法单位的工作 跟行政部门是分开的 所以司法部门开始提起公诉的时候 这个拜登颜面无光 等于是拜登 对印度的提出的警告无效 人家根本不办当一回事 所以拜登 他就不能够去出席下个月 印度的国庆日 所以拜登就取消出席印度的国庆日 不成为主兵国 那印度就直接又打脸美国人说 那我不邀请你了 我就邀请你在欧洲的敌对的 最强大的国家的领袖 叫做马克宏 马克宏是一天到晚 在欧洲唯一跟美国唱反调的国家 所以印度就找了一个马克宏 来出席他的国庆的主兵国 就直接打脸美国 说没有你没关系 我有法国 这个就是印度 干了坏事还可以理直气壮 好棒棒 你不得不佩服 就是这个国家 好 我们都知道中巴是铁杆子 所以巴基斯坦拥有中国的地面 海上跟空中的武器 那个不在话下 我想中巴的军事合作 巴基斯坦跟中国大陆采购的军事武器 那门列很齐全 就是非常的完整 今天克什米尔这个地方不是印度的 是印度跟巴基斯坦有争议的区域 而印度直接宣布说 克什米尔是由中央直接管辖的 直接管辖区 这个本身是违法的 这是第一个 就是在年初的时候 是 所以印度做了一件违法的事 巴基斯坦当然反对 当地的克什米尔的武装力量也反对 第二个 就是克什米尔在国际间 没有被判定是恐怖主义 所以印度别想把这个脏水泼在中国身上 因为目前没有联合国没有说 克什米尔的武装力量是恐怖主义 所以是印度跟克什米尔的武装团体的冲突 不是跟恐怖主义的冲突 你也想泼这个浑水 是好大的胆子 真的是最大的民主国家 美国标榜的印度 现在要泼中国脏水了 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消息 真的是无独有 世界上就有那么巧的事情 巴基斯坦政府向巴基斯坦政府投诚的 比禄之民族主义的头目就有说了 说印度是一直在暗中支持我们 这个比禄之民族主义省的恐怖活动 所以说向这些分离主义提供资金的 OK 这些是投诚的人所说的 跟你印度这种最大的民主国家 你一来你给人家私处撒辣椒粉 这个事情传出来了之后立刻就断网 所以说我觉得美国可能拿它也没办法